完全没法别搅 因为我自己在中国的安全部门也工作过 我知道他们的操作方式 一旦指控 比如说是一段小小的 你所有的这些细节你都不可以拿到 孟晚舟的这个事情在西方是全部公开的 而且所有的指控 所有的媒体都可以公开去参与去 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抓的这个日本人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地方能够控告他到底犯了一些什么样的罪行 那提到孟晚舟这个案子 我们也想起来了 这个当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留的时候 我看中国也采取了一些报复性的行为 抓了这个几个加拿大的 两个加拿大的人 也指控他们为什么间谍活动 这纯粹就是一种报复行动 所以跟民主国家相比 指控这个犯罪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国家 是没有办法来相继病症的